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鸡蛋淋入香菇里面 用筷子给它搅一搅 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 又香又下饭 真的太解馋了 下面一起跟着我的视频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这是我刚刚从菜市场 买了5块钱香菇 先将香菇的根部 给它剪掉不要 鲜香菇 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食材 不管是用它来炒菜 还是做馅料 做配菜 都非常的不错 深受大家的喜欢 减养的香菇 给它放到清水里面 清洗干净 稍微多给它清洗两遍 直到洗至水清澈 然后给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给它放至菜板上 然后给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厚度大概在一枚硬币的厚度左右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小节胡萝卜 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点蒜条 给它切成斜刀段 切好 切好 放入胡萝卜的碗中 再准备一些提前泡好的黑木碗 大一点的话 我们给它撕成小朵 再准备一块区别的生姜 给它从中间分开 再切成薄片 切好 放入盘中备用 另外我们再准备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三枚鸡蛋 然后用筷子将鸡蛋搅散 稍微多给它搅一会儿 搅至蛋清和蛋黄 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像这样 调起来没有硬块就好了 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开大火 给它烧开 水烧至沸腾后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白糖 再把切好的香菇给倒进来 然后给它搅拌 然后给它搅动搅动 焯水两分钟 焯去香菇里面的草酸 像这样焯好之后 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再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 再把黑木耳也给加进来 焯水两分钟 焯好之后 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再用清水给它冲洗一遍 洗干净之后 给它挤干水分 然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把鸡蛋液 给它倒入香菇里面 然后用筷子 不停的给它搅拌 使每一块香菇 都裹上蛋液 搅好之后 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 锅中加入平时炒菜 1.2倍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给它滑动一下锅 这样锅气足 炒出来的菜更香 然后把香菇和鸡蛋 给它倒入锅中 用铲子 给它扒拉几下 将底部煎至定型 然后再给它煎30秒 煎至底部微黄 我们再给它翻个面 将另一面 也给它煎至金黄 直到煎至隔壁邻居 都能够闻到香味 然后我们再用铲子 给它铲成小块 再给它盛入盘中备用 锅流底油 下入蒜苔 胡萝卜和姜片 然后开中小火 不停地给它煎炒 煎炒出食材的香味 炒香以后 再把黑木耳给加进来 再随意地给它煎炒几下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调味 下一串生抽 来点蚝油 然后大火给它煎炒 炒出酱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 再把香菇和鸡蛋给加进来 再来点白色的盐调味 少许的胡椒粉 去一蒸香 然后开大火 不停地给它煎炒 使食材的香味 充分地融合到一起 大概给它煎炒两分钟左右 我们再下点大红椒 给它配点颜色 然后继续翻炒个30秒 炒出锅器 最后再对点薄切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加工小炒 香菇炒鸡蛋就做好了 特别的爽口又下饭 家里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吃 喜欢你也赶紧试试吧 给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以后香菇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营养美味 好吃又下饭 而且这种做法 食材也是特别的简单 非常的接地气 喜欢的朋友 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菜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好吗 做什么 好吗 好 好 人家鱼肉泡坏 也就馒头泡西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展示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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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走之前记得给个赖哟 谢谢大家